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ARPG游戏实战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游戏角色创建界面的UI的搭建 然后主要讲解了Unity多分辨率的一个适配的方案 然后我们本节课将来讲解游戏创建角色的逻辑的编写 创建角色界面逻辑的一个编写 首先是Animator Controller的一个编辑 然后要讲解一下动态加载资源的多种方式 还有Unity本地化持久储存数据的方法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逻辑 整个界面的逻辑的一个编写 然后先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我们点击运行 点击开始游戏 我们就进入了我们创建角色的界面 我们点击一下武士出现一个武士的这个角色的形象 点击游侠出现一个游侠角色神力的形象 然后再输入他的姓名 然后点击创建 就进入了我们的主游戏场景 然后就开始进行战斗 然后这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实现的一个小的效果 然后现在我们来开始 我们的工程 打开我们上节课的工程 打开我们上节课的工程之后 首先我们就要来学习的是 animator controller的一个编辑 我们这个动画 在没有我们的人物 在没有对他进行动作编辑的时候 他是没有动作的 他就是一个T字形的这个东西摆在那 他虽然说他加了这个animator这个空间 在他的这个在这个warrior上面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controller 所以说你点击运行的时候 他是没有任何动作的 他不动 那么我们就要编辑一个animator controller 然后给他挂到上面去 然后通过这个animator controller 来控制我们这个角色的动画 首先我们就要创建一个animator controller 我们在点 我们这已经在art下面建了一个文件夹 叫animator 我们就在这个文件夹下面放我们的animator controller 右键点击create 然后再点击animator controller 点击出来之后 给他一个名字叫warrior 我们除了创建我们的warrior 我们还会创建我们的那个 那个acord animator controller 再创建一个acord 好 那对他怎么对他进行编辑呢 他只是一个controller 他需要添加动画才能够控制这个角色的动作 那么我们再打开 现在就打开这个animator的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怎么打开的 也是这个windows下面的这个animator 点击之后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就来编辑我们的这个animator 把动画给拖上去 我们要需要什么动画 我们就拖什么动画 我们需要这个idle 我们这个创建角色的剧面 它只需要一个idle动作 我们就把idle动作 拖上去 拖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它变成一个这个橘黄色的这个 意思就是说它是默认的动作 就是说我们这个animator 一激活一进来 它就从entree 就是就直接转到这个idle 它就是一个idle的动作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角色warrior的这个controller 附到我们这个warrior上面 看这个warrior现在是不是应该有动作了呢 运行 然后它就已经有了站立的动作 我们点击apply 把我们刚才的操作储存在我们的那个prefab中 我们现在对我们的ecker做相同的一个操作 也是把它的那个ecker的emeter给编辑了之后 然后拖上去 也是idle把它拖上去 然后我们除了从这儿 从从这儿直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到这个资源下面去点击 点击我们的资源 直接拖到这边附上去 附到这个inspector的这个emeter的界面上 还有一个办法就点击这个小原点 然后它就会给你弹出一个所有你可用的啊 就可用的资源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是ecker 然后就点击它就自动就给你附上去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附上去 有没有控制住这个角色 它明显是控制住了 然后角色开始idle 对吧 然后我们也是点击apply 然后把这个信息给储存住 存住了之后我们这两个角色就分别都有了动画 比如说我们创建到我们的场景中去之后 它就应该是一个站立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cshop脚本去控制我们的createcharacter上面的这些UI的空间 点击UI我们的UI的逻辑控制都放在这个UI文件夹里面 放进一个cshop脚本 然后叫它createcharacter panel 然后双击双击在vs中打开 好打开了之后我们去 我说过了如果我们要在代码中引用UI 我们需要引入UnityEngine.UI 我们现在拿到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空间要操作的空间的一个的引用 我们要拿到这个首先要拿到的是武士按钮 游侠按钮 创建按钮和这个角色姓名 我们都通过find child来 然后我们把脚本挂载在这个createcharacter panel下面 然后再通过find child拿到这所有的引用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引用变量都写上去了之后 就在这个void start里面去通过find child来取用 我们把这个transform给存一下 存到它的锁影 提高我们游戏运行的一个效率 然后再把所有的名字都给附上去看一下它 这个名字得写对不然它就找不到 这个name input它多了一个层级 我们就拿到了所有的引用了 拿到所有引用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写它点击之后的回调 首先是点击无视的回调 首先是点击无视的回调 我们注意我们的方法名 C下午的一个编程习惯方法名要大写 然后是act click 好这个回调写完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监听附到我们这个button上面 让button去监听之后 然后回调 回调我们的刚才写的方法 create click 好我们所有的这些回调都附在我们这个按钮上面之后 我们现在来编辑一下我们测试一下我们这个是不是对的 我们将我们的脚本挂载在这个create character panel上面 create 点击运行 然后我们刚才给无视加了一个监听 点击无视 点击我们的无视 对了 然后就监听回调了 然后wire clic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回调对了之后 接下来做的就是点击它 然后创建一个无视的一个角色的形象 然后把它呈现在我们游戏中 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的是动态加载 那么看一下动态加载的理论 好 Unity 3D的资源加载机制 首先是resources内嵌资源 就是工程中放在这个resources目录下的资源 加载打入游戏的发布包中的一些资源 然后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resources.load 它因为它可以加载任意种类的资源 但是它是不能动态修改的 这个resources下面的资源就是我们现在创建的这个resources文件夹下面的资源 都可以动态加载 你只要索引到它的这个路径都可以对它进行动态加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streaming assets 同样也是这个stream assets 一个文件夹放在我们工程里面的 然后它是随包资源 工程中它放在这个stream assets下面 存放路径和这个resources肯定是不相同的 它放在这个stream assets 使用方法是可以通过IO或3w.load www.load可以加载任意种类的资源 IO仅限于这个bytes和text 然后还有一种加载方式就是3w从网络加载assets assetbundle 就是我们游戏要进行热根啊或什么的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游戏的资源打成assetbundle 然后放在我们服务器上面 然后再通过3w从那个网络上面加载 然后再在我们游戏中动态的加载到我们游戏中去 我们本游戏要用到的呢就是这个resources.load 这种方式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load的这个方法到处都要调用 因为很多时候都要动态加载资源 我们直接把这个方法写到我们这个game manager里面去 我们上上几课已经写了这个load resources 而且写的是一个模板类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说你传入一个模板 然后传入它的路径 然后传入路径之后 给你通过这个resource load load 这个pass 就是load你这个路径里面的东西 然后load出来是object object是unity的一个总的类 就是它不管你是什么声音 或者说你是game object 或者说你是text 所有的只要unity里面的资源 它都是继承至object 然后它在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load出来 就直接转为object object我们外面传入资源模板告诉 这个方法我需要把你把我转成什么 比如说转成game object 这儿传着这个t就是object 然后它再给你强转成一个object 然后扔出去 你就拿到了那个object的引用 我们来具体 敲一下代码 我们也把创建的引用给拿到 warrior 所以game object object等于gamer manager的instance 点load loadresources 给它传入 我们需要它给我们强转成的东西 我们需要它强转成一个game object 然后再传入这个warrior 这个资源的路径 我们看一下我们在game define里面 我们把这个路径敲入到我们这个game define 凡是这种strain的 你不要直接去把它写到你的游戏中去 到时候改起来特别不方便 你最要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统一的做一个定义 像这种场景的名字啦 我们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定义 包括这些strain作为key 来做一个索引 我们也给它一个统一的定义 我们只要改 我们只要一想到我们要改这个strain了 我们就跑到这个文件处来改 就防止你到游戏中到处去找 那就很痛苦 然后我们用一个把这个图买了 我们用一个把图买了 然后我们用一个图买了 我们用一个图买了 它的路径 它的路径 然后我们再把它实力化到我们的游戏场景中去 也拿到它的索引 Instantiate这个Object 就把它实力化到场景中去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设置一个位置 我们把它设到我们屏幕的中间 .transform.position 它的位置放到中间 所有的就是0Vector3 0.00就在屏幕中间 可能它出现还不在屏幕中间 我们再如果不合适就去调整那个相机的位置 来看一下对了 点击运行 点击五式 爆空 查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们中间少写了一个路径 它没找到少写了这个character 复制它 在Unity里面你碰到这种爆空了 或者说什么什么错了 千万不要害怕 这个时候你就只继续读 它是问题出在哪 在你哪个方法出错的 或者我们点击click 然后初始化我们游戏的时候 它发现这个我们初始化这个东西 实力化这个东西是空的 明年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路径没写对啊什么的 我们这次再来运行 点击五式 然后五式的形象就创建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游侠以词类推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游侠写对了怎么样 点击游侠 啊游侠出现在中间 再点击五式 五式又 我们发现两个人重在一起了 为什么 我们点击了五式 点击了游侠 这个点击了 先点击游侠 游侠创建 然后再点击五式 那么我点击五式的时候 是不是该把这个游侠给引掉 然后点击 如果五式出现在评论 点击游侠 五式也该被引掉 我们少做了判断 然后我们拿到 既然拿到这个引用 就不需要重复创建 我们只需要判下空 看看我们这个object是不是空 如果它等于空的话 就才对它进行创建 如果它不等于空 就直接把它设成active.true 就是把它设为可见就行了 如果它等于空 我们就给它创建 如果它不等于空 我们就给它让它可见 然后我们再让 warrior可见的同时 还刚才看见了 我们还要让游侠 Aker不可见 我们看一下Aker 假如说它不等于空 那你就把它设为不可见 不可见的方式 就是setActiveForce就行了 非常简单 然后游侠是一样的 我们这次点击运行看一下 点击五式 一个五式形象出现 点击游侠 游侠形象出现了 你再点击五式 游侠没有出现刚才那个两个三立模型重在一起的情况 因为游侠被我们引掉了 然后再点击五式 我们看到这个面板上面 这儿这个五一个五式一个游侠就这两个 当我们的玩家在这里点击选择了它五式或者说游侠 然后再切换到另外一个场景的时候 这个场景的数据明显会丢失掉 而且玩家如果他这次点击创建了之后 他下一次上来 我们应该记住他本次选择了已经创建了什么角色 而不应该让玩家再继续创建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Unity这个本地持久化数据 如果我们是网络游戏呢 当然数据可以存到服务器上面 你账号一登录 他告诉你你之前选择了什么角色 你创建了什么角色 当然如果我们是写单机 就要用到Unity它本地的一个储存 我们来看一下Unity本地如何进行这个数据持久化的一个储存 Unity本地的储存数据 它是用的是PlayerPrives这个类 然后调用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要储存的是字符串 就是setStream 然后给一个key 就是它的key键值 然后再给你一个值Warrior 我们要存的是Warrior 比如说它名字就叫Warrior 然后你如果要存的是整形 就是setInt 如果存的是浮电数 是setFloat 然后你获取的方式 其实也是通过键值来获取的 比如说你获取的是浮电型 它们就是getFloat 获取的是整形 就是getInt 获取字符串 就是getStream 都是你get 然后存放入它的键值 然后后面如果逗号再加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浮电是0.0f 这个就表示 如果我去拿这个numberFloat 这个key后面所应的值 如果没有拿到的话 那么你就给我传回一个0.0f就行了 如果或许整形 比如说我拿这个numberInt 没有拿到 你就给我传回一个0 就是默认传回的值 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讲的理论 运用到我们的代码中去 就看到我们 现在不是点击了Warrior Click吗 我们就需要 seer.setStream Warrior 我们这个Warrior 刚才我给大家写了一个 这个角色type的一个美举 Warrior就让它等于1 就是说我们设1 就是表示我们选了这个Warrior 然后游侠是2 setIt GameDefine 说了我们的使循 都把它定义到一个文件中去 PlayerZone CharacterType 点Warrior 点Warrior 这个每局内 没法强转为Int 那么我们就给它强转一下 没法转 直接转为Int 进行强转 然后上面这个Aker 是一样的 Aker就行 然后储存了之后 这个角色 我们就要给它输入一个名字 要储存名字 然后再点击创建 然后就进入我们的主场景了 这时候把它名字也存起来 等于 nameInput 获取这个 InputField 里面的Stream 是通过这个 点Text 就获取了 获取了 你输入了一些什么Stream 我们来检测一下 如果说 它根本什么都没填 那当然就不能让它创建了 直接让它返回Return 如果它填了 我们就直接创建 把它 储存到我们的本地 setStream setStream 好 就储存到了我们的本地 然后我们再 调用GameManager 就切换到下一个场景 Ludson Mensen Mensen 它就应该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CreateClick 就是创建角色的这个按钮 它就应该把我们的名字给储存下来 并且切换到组成里面去了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点击运行 点击开始游戏 点击五四 一个五四形象 点击游侠 你想选什么选什么 比如选一个五四 然后给它创建一个名字 叫 LLLL OK 然后点击创建 然后我们就load到我们的主场景中 然后我们 回顾一下我们本节课讲的内容 我们本节课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个Elimator的一个编辑 动态加载我们的资源 动态加载资源的一个三种方式 我们主要用到这个resource.load的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本地化储存数据 然后储存如何储存 本节课就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回去好好复习一下 谢谢大家